古代的医生治病太胆大 竟然拿刀子切病人喉咙 这是救人还是杀人呢 原来病人是个打火队员 相当于现代的消防员 因为队员在救火时吸入了热烟和热空气 导致喉咙深处被严重灼伤 医生叫南方人 他命令出手举笑 拿来肥猪的膀胱做苏醒球 将养气罩放在队员嘴上 另一只手捏住球铁 把空气输入进去 然后捏了十几下后 空气丝毫没有被输进气管中 南方人立刻反应过来 是气管因为灼伤而肿胀狭窄 造成了呼吸困难 一旁的大火队队长 凶神扼杀的斥责南方人 话音一落 他便命令手下 把队员抬到庙里 准备靠祈祷神明来拯救队员的性命 南方人大喝一声 他一边解开队员的领口 一边解释脚切开喉咙 让气管通胀 就可以正常呼吸了 队长大惊失策 这还能活吗 但就在这时 队员嘴唇开始发青 这是窒息的生兆 队长心中开始发慌 只能选择相信南方人 原来南方人是21世纪的外科医生 因为一个神秘品人 穿越到了江湖时代 手术在古代呢 还没有出现过 所以不被百姓所接受 而这次南方人 是否能用手助在线情节 下面让伯燕给大家讲讲 而就在此刻 外面是大火连天 队长出于救火 队员情统危急 来不及打罪了 南方人只能用麻省绑着他 直接开始阻止了气切 第一步 南方人用针筒 扎进队员的器官中 将空气送了进去 一共连扎三根 帮助队员舒缓至膝盖 第二步 其他大夫恩主队员身体 南方人戴上了相机手套 拿手术刀划克皮肤 再用烧红的铁钉之血 此刻菊啸和菊光太郎 冲进了警示大家 大火要烧进来了 必须换地方手术 但是南方人表示 手术一旦开始 便不能移动患者 并且让其他大夫先行离开 大家都没有走 南方人则是争分夺秒 用手术刀切开气管 然后把橡皮管插入 抽吸气管中的煤灰 而就在这会儿 一旁蓝风一发现 这并没有抽出太多的煤灰 这也就表示 肺和气管的深处 没有被灼杀的现象 于此时 外面的大火马上就要烧进来了 队长赶紧命远 拉到附近的房屋 然后盖上进水的草席 防止大火烧到南方人这里 接下来第三步 就是帮队员恢复呼吸 南方人将供气套管插入气管室中 然后拔出了中间内管 就在下描 一道血迹配音而出 紧接着队员喘过气来 恢复了正常呼吸 大家也是终于怂了口气 最后啊 南方人把伤口缝合 把队员推了出去 就在此刻天空大亮 除了他们所在的屋子外 其他房屋已经全被烧毁 南方人告诉队长 队员成功被救 队长是眼含热泪 跟南方人成了最好的兄弟 而就在气血手术之后 南方人拿出合照查看 发现啊 未婚妻的样子 竟然从手拿刷烤 变回了手拿啤酒 而且照片的影像 也越来越暗淡 几乎快要消失不见 正当他思考的时候 脑袋是突然走痛 而这个状况 在他穿越时也发生过 难道这就是要穿越 回去的预兆吗 从没见过这种怪事 女人摸了一下胸口 竟然摸出了一手水字 这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女人 正是纪元的华国乙峰 就在几天之前 纪元老板表示 有人要为了书身 而在古代啊 这种事情 纪女是没有权力聚集的 但是纪女的书身前 需要做一次全面体检 野峰去了这个结果眼 发现自己胸部 长了一个大肿块 如果这件事被查出来 书身之事 那肯定会随着跑汤 但是野峰喜欢南方人啊 于是他便想利用检查 来破坏书身 为了计划的顺利进行 野峰同时请了南方人 和三鱼大夫 南方人用手 按下野峰的胸部 不出意外地发现了肿块 南方人顿时不按的 一般这种问题 很可能就是无限癌 但是南方人并没有说出来 只表示 野峰的身体很健康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一旁的三鱼大夫 一手不精 并没有发现肿块 野峰的计划彻底泡了汤 他不明白 南方人为什么要撒谎 原来啊 在南方人得知 野峰要被熟身做小妾的时候 合照上未婚妻的身影 竟然慢慢清晰起来 南方人顿时明白 只有野峰嫁的人 有了繁衍子嗣的机会 未婚妻才会出生 所以啊 南方人这才选择了隐瞒 于从事啊 菊校也要嫁人了 菊木给他说了门清事 菊校死活不愿意 想跟南方人表白 但在他看到 南方人时刻拿的照片 怀念未婚妻的时候 便彻底打消这个念头 而这一幕 则被版本龙马发现 于是便告诉南方人 菊校喜欢你 南方人很受震惊的 为了不让菊校身陷情亡 他搬到了盘尼新这道场 菊校下定决心 接受了母亲安排的婚室 等到南方人搬出家后啊 发现 合照上面未婚妻的影像 不仅清楚了 而且还变成了 穿白大褂的模样 看来南方人的决定 根本没错 但是就在这会儿啊 野峰的肿块恶化 竟然无端冒出水滋 南方人和南方一 也只能重新为了治疗 经过检查后 南方一发现 胸部水滋是肿块的分泌物 而且这个肿块很硬 不会发热也并不会痛 根本就不是乳房所致 所以说啊 综上所述 这个就是出现癌 但是南方人却在一旁 昧着良心说道 呃 也可能是良心中流啊 不一定要开刀 否则熟身之士 肯定要泡汤了 野峰听出了端倪 知道南方人对他并不轻易 便认可南方人的说法 然而南方人 真的能减死不救吗 现代医生 用外壳医术 在古代屡治疑难杂症 第一次啊 南方人用木工工具 铁锤 铁钉 铁凿 为病人开炉 清除鸡血 第二次 他用橘子上的青霉 做出了抗拒神药 潘尼西林 第三回啊 他用铁器自制手术刀具 为病人缝合了胃穿孔 为毁容厨娘制皮 恢复了原本容貌 而这次啊 病人正是花魁也疯 他患上乳腺癌 而且跟南方人的未婚妻 长得是一模一样啊 同时也是未婚妻的祖先 此刻啊 他突然想到 在给未婚妻 做脑瘤切除手术之前 未婚妻曾安慰道 这下 南方人的医者人心 被未婚妻换起了 他不能因为 自己的义气私利 而网害条人命 于是便下了决定 正式开始治疗尼峰 野峰得症后是喜记二期啊 来方提醒他 如果是恶性肿瘤 就算切除了 日后也有很大概率 复发转移 野峰表示并不在意 只要对大夫的医术 有帮助就好 随后啊 野峰穿了一身白色和服 干干净净地离开了机缘 这一刻 他终于获得了自由 而另一边啊 南方人把合照 埋在了泥土当中 防止自己改变决定 而接下来啊 乳腺癌的手术正式开始 野峰喝下了麻醉伞 净现了全身麻痹 只见南方人的毛鼻 在野峰的胸部 画出了开刀位置 然而此刻的局校啊 正准备跟未来的夫婿订婚 回过神南方人 让兰医生递手术刀 在划开皮肤后啊 南方人的指方往下 找到了种人未诊 迅速将其一刀切除 而这颗肿瘤 竟然比丸子还大 正是先前说的恶性肿瘤 下面啊 南方人借着操刀 开始切除 肿瘤周围的乳腺组织 和淋巴结 可没想到就来这时 一伙歹人带着长刀 要硬传手势 胖大夫拦在门口 却被当场的晕了 歹人眼睛没得度外 直接是轮起水砸门 与此同时 野方的切除部位 开始大量出现 南方人拿着十月钱 立刻向血管结扎 但是此刻 房梁被歹人砸出了灰尘 而就在手术失败的关键时刻 局校终于出现 原来就在刚才啊 局校突然毁昏 鞠躬太郎假如震怒 把局校扔出院子 并且还给了他匕首 让他立马自尽 而此刻 局校掏出匕首 只听局校说完啊 匕首直接顶到了脖子上 南方人听到后 是一秒不敢担高 立马结张了血管 赶紧清除淋巴结 这时外面大人看出啊 局校的手在发抖 这肯定是不敢自尽的 于是准备立马闯上去 而局校看到这一幕 也决定真的下手自尽 突然就在这会儿啊 档被拉开 正是南方人做完了手术 大人看到南方人 直接放出威胁 喂喂喂 把羞辱我们老爷的妓女叫出来 但是南方人心里都清楚 大人听出啊 南方人知道这是寻思报复 他怕身份被查出 于是便立马转身离去 原来啊 这就是三鱼大夫没有减调乳腺癌 被老爷痛骂了一顿 三鱼大夫气不过 所以找了一群乌合之众 要杀掉一封血痕 这小小的插曲过后 南方人也打开了照片盒 打开我发现啊 照片竟然不见了 南方人顿时反应过来 正是因为这次手术成功 抹杀了未婚妻的雏容权 事已至此啊 南方人决定 从今以后 尽心尽力 治愈自己的每一个病人 本剧到此结束 除了这一点啊 我觉得南方人的医术上 也是不断的探索创新 没药就造药 没工具就造工具 这一系列举措 将整个古代艺术的发展进程 往前推进了 整整几十年啊 好了 本期内容都要这了 记得给熊中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